第七课 原则五 识别、评估和响应系统交互 系统思考叫System Thinking 是从整体的角度识别、评估 和响应项目内部和周围的动态环境 从而积极地影响项目绩下 项目是由多个相互依赖 且相互作用的活动域 叫Domains of Activity 组成了一个系统 所以系统思考需要从整体的角度 来了解项目的各个部分 如何相互作用 及如何与外部系统交互 因为系统是不断地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始终地关注 内部和外部的条件 详细系统交互能够使项目团队 利用积极的成果 那系统叫System 是一组相互作用 且相互依赖的组件 它是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发挥作用 所以项目是一个多层面的一个实体 它存在于动态的环境中 可以展现系统的各种特征 所以项目可能是一个项目级的组件 那该项目级又可能是某一个项目组合的一个部件 那这些相互关联的结构成为系统体系 因为前面也讲过了 就是最上层的是叫项目组合 项目组合呢 它下面呢又有这个项目集 它是把类似项目的可以聚集在一起 使用共同资源的或达成相同的目的的 一些类似的项目聚集在一起 成为项目集 所以这整个结构呢 就构成了系统体系 那项目团队开发呢 可能对某一个交付物的单独组件 你可能只是交付一个单独的组件 为你这个项目团队 但是呢 你对这个整个这个项目集 所要达到的目标 你必须要都整合起来 你虽然只是开发其中的一个部件 但是不能说我只管我这个部件 我只管这个项目的功能 但如果是没有办法跟整个系统 整合起来的话 那你对事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整个这个可交付物 还是不能很有系统 很有完善的来使用的话 那是对这个绩效是大打折扣的 另外我们考虑到系统的时序要素 那系统需要考虑系统的时序要素 就是说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那项目将会交付或实现什么 比如下面我们讲个概念 比如说是项目可交付物 以增量的方式来发布 那每个增量呢 都会扩展以前版本累积的成果 这是一个敏捷的概念 他讲这个增量 叫做increment 那如果是可交付物 以增量来发布 比如说是他在每个迭代 迭代就可能就是一个短的时间 两个礼拜到不超过四个礼拜的时间 他每个迭代呢 会交付一个成果 他们叫increment 可能就是说是一个软件的一个功能 但是你发布功能的时候 你后面发布的那个增量 需要跟前面的那个增量 都能够整合起来嘛 不能说你后面等于说是你交付一个增量 跟前面的增量有些冲突的话 你没有做好整合的工作 所以说是你不管是你后面交付的 或者是前面交付的 你都要考虑到我们如何整合起来 那项目团队要考虑项目结束后 那到那个项目可交付物 达到那个运营状态 以便实现预期的成果 同样的项目团队 他做这个项目交付这个成果的时候 你要考虑 我不是只是把这个项目完成 我交付给运营单位 他是不是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下面我们讲到一个项目的变更 随着项目的开展呢 内部跟外部的条件会不断的变化 因为前面讲过了 项目的进行是一个动态的 不是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所以你在做单个变更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多种 这个不管是项目团队内部或是外部 都会产生影响 比如说是你在大型的施工项目中 需求的变更呢 可能会导致于主要的承包商 分包商 供应商或其他方面的合同发生变更 所以你单一的变更 可能会造成多方的影响 所以变更呢 也可能会对项目的成本进度范围和技巧 产生影响 在传统的预测型的项目管理 我们非常重视叫做变更工资 叫做Change Control 以获得外部系统的实体 比如说是服务提供商 监管机构 金融机构 政府机构的批准 如果是在传统这个项目管理 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变更控制的话 常常会造成这个额外的工作 可能是没有在当初计划里面的工作 这就产生了失控 那我们系统的思考呢 也可以运用于项目团队 如何看待自身 及其项目系统内的互动 互动叫interactions 如果是项目系统呢 通常是将一个多样性的团队 项目团队聚集在一起 共同为目标而努力 所以项目团队里面的成员是多样性的 那这个多样性呢 是带给项目团队一些价值 因为它可以从多方面的思考 每个人的看法可能有些不一样 见解有些不一样 那我们需要如何考虑 有效利用这些团队成员的差异呢 使项目团队能够紧密协作 透过这个协作 我们前面的课程也讲过 能够为这个团队带来更大的效益 好 我们来看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支持项目系统 视角的一些技能 打开更宽广的一个视野 那我们就可以支持这个项目 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对商业领域具有同理心 然后我们可以关注大局 有些批判性的思维 那我们能够挑战 假设以思维的模式 因为我们在项目的进行 不管是你做传统的 预测型的这些项目管理 或者是敏捷式的管理 你对项目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你总是有些假设 你还有一些思维的模式 在进行的当中 你可以重新来挑战这些假设 是不是跟当初的设想是一样的 还是说需要经过一些调整 你还可以寻求外部审查跟建议 比如说前面我们也讲过 特别在第六版的时候 也讲过这个expert的judgment 如果是你内部团队成员 你没有缺少 或没有这些方面的一些专家 专长的话 也可以寻找外面专家的一些帮助 然后你可以使用整合的方法 攻击和实践 以便对项目的工作 可加服务和成果达到共识 还有使用一些建模和情景 来设想系统动力 如何互动和反应 还有主动管理整合 以帮助这个商业的实现这个商业成果 这个整合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即使在传统的项目管理 这个如何做整合是非常重要的 那敏捷管理呢 它是提倡 它倡导者要不断的去做整合的一些工作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 识别评估和响应系统交互 带来的积极成果 它会带来一些积极的一些成果 比如说是 它可以及早考虑到项目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它能够调整假设和计划的能力 它能够持续的提供信息和洞察 说明规划和交付的情况 它也能够向那个干系人 清洗的勾化这个计划 沟通这个计划 进展和预测 它能够使项目的目的目标 和客户的愿景保持一致 因为它是做整体的系统性的思考 不是说只在项目内部 它还是跟项目外部 跟最终的客户都能够保持一致 它的愿景 它的期待是什么 不是闭门造巨的 那适应那个最终用户对项目可交付 不断变化的需求吗 特别是在敏捷管理的时候 它是强调 我们必须对客户的变化的要求 能够做出及时的响应 当然是传统的 也是可以有这方面 刚才我们提到传统的预测型的 对那个变化的反应呢 它是有些这个叫做 Change Control 变更控制的计划 那对于这个敏捷式的管理呢 它就是缩短 这个每个迭代的那个时间 比如说是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 对客户的那个需求 透过不断的掩饰跟反馈呢 可以提早做出响应 还有协调一致的项目之间的 协同作用和带来的节约 它还能够看到 项目未获取的机会 还有面临的威信 因为你及早 做些这些洞察呢 做些这个 做整体性的这个思考 系统性的思考呢 也不会局限 我只在项目进行当中 我只关注在我目前的情况 它会看到 比较长期的一些 机会啦 威胁啦 不确定性呢 和风险 最后呢 它能够阐明对 最佳项目绩效测量 及其对这个项目参与人员的 行为的影响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